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李宇慧 我今天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籍是 黑魔法糖果店 作者是草野招致 目前有出三集 外画棒棒糖 二座剧汽水糖 超倒霉软糖 那你怎么会想要分享 大家黑魔法糖果店这三本书呢 我三集都已经看完了 我觉得这三本书很有趣了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故事中的女巫会给不一样的糖果 每一种糖果的蜘蛛都要照女巫的方式 还有女巫说 要想得适合讲的话 就是糖果有吃了就会 晕倒的糖果 还有会无担的糖果 和吃了这个糖果 包装纸上写着字 你就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还有想要分享哪个故事片段给大家呢 我最喜欢第三集 超宝美软糖 因为吃了这个糖果 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上面写 你去医院 你就一定会去医院 学得很厉害 内容非常生动有趣 那你还有想要分享哪个故事片段给大家呢 还有我还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一本 就是女巫在家中泡红茶的时候 去找饼干把红茶放在桌上 然后呢 第二次完成窗外 飞进来 啊啊啊啊 不小心把 二桌剧的汽水糖 掉到女巫的红茶里面 女巫回来 大口大口的喝就好 红茶 喝完之后 你都很悲伤 为什么会很低小 她看乌鸦的脚上 有个塑胶带 而且仿着红色缎带 她问乌鸦说 你是不是把二桌剧的汽水糖 放到我的红茶里面 你想跟我二桌剧 是不是啊 乌鸦努力的要对头说 不是妈咪 我都不小心地 不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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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接下来女巫怎么了 看了女巫 整个下午趴在乌山湖 那还有想要再分享哪个故事片段呢 就是这一本 壞画瓣瓣瓣堂 是什么地方让你觉得生动有趣呢 就是这里 女巫在家中放好茶的时候呢 把饼干盒放在桌上 然后她要打开饼干盒的时候说 哇我的饼干没有了 难得这下午才竟然没有点心可以吃 很希望对不对 对 然后呢乌鸦这时突然从窗外飞进来 啊啊啊 她就叫了一声 啊 所以你的棒棒糖 掉了出来 女巫说 把下下一根棒棒糖啊 正好可以拿来到我家店 你不把包装紙拆开 把棒棒糖放进嘴巴里 她说 惨了 可是我送给那个小女孩的外卦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的味道可是又苦又辣 还需要这个 多了 嗯 乌饼把 棒棒糖拿出来 放在手上 说 咦 这明明就是下午中的快画棒棒糖啊 怎么不觉得难受呢 甚至 她觉得有点疼疼的 女巫心想 是那个小女孩没有好好下午中吗 那种非常生动有趣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赶快去阅读哦 拜拜